各位觀眾聽眾大家好 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日前發布報告說 在習近平任內 中國政府對宗教的控制更加強化 各種控制滲入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也造成更大的反彈 這份報告的題目是中國的信仰之戰 著重於中國的七個主要宗教 分別是中國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蘭教 藏傳佛教 以及法輪功 報告指出 在中國佛教和道教方面 習近平與中國官員認為 這兩種宗教在實現黨在國內及海外的政治目標上 越來越重要 例如有助於建立黨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合法性 因此相對於其他宗教 這兩種宗教受到的迫害比較輕 然而為了觀光而榨取寺廟等作為 也造成了政府和信徒間的緊張 在天主教和基督教方面控制加緊了 不過當局與教廷間的關係正在改善 伊斯蘭教方面 回民還有維吾爾穆斯林 都經歷了更大的限制 藏傳佛教與法輪功也都面臨著比以往更大的打壓 自由之家這份報告取材自數以百計的文件講話報告 並且在中國海內外訪問了30位以上的相關人士 自由亞洲電台今天專訪兩位有關中國宗教現況的專家 一位是總部在美國德州的宗教維權機構 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 一位是政論人士郭寶勝先生 他也是縱攬中國的專欄作家 傅希秋先生是透過skype與我們連線 首先呢 我們就想來談一談 就是在這個這麼樣一個大規模的這種取材 然後他這個花了很長的時間的撰寫 Sara Cook 我們很久沒有聽到他的聲音了 所以很顯然的是費了很大的功夫 那麼這個我們就想了解 中國當局啊 這樣控制人民的自由 他的最深層的考慮 或者說他憂慮 到底是什麼 是擔心這個宗教組織越來越大 黨沒有辦法控制他 或者是擔心這種宗教自由 會摧毀掉這種無神論的信仰 我們是不是先聽一下這個透過skype 跟我們連線的傅希秋先生您的看法 你好 謝謝 那個Sara Cook 他在出這本報告之前呢 那我們也有過很長時間的談話和訪問 那我想針對你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為什麼在習近平掌權之後 他對這些他認為有威脅的獨立的宗教團體 就是變本加厲的這種迫害和打壓呢 我想這個可能你剛才講的這兩個原因呢 都存在 那麼首先呢 當然是共產黨的本性呢 就是它是一個專制的一個集權的這個統治 所以對任何有這個甚至有潛在的獨立性的這個思考 或者說這個組織性的這個群體呢 它都不會容忍 那麼像這個基督教的這個家庭教會 那麼天主教的這個非官方的教會 都是它這個是個可疑的對象 那麼當然它是從一個政治的角度來考慮 主要是因為這些團體呢 都會是離心離德 都會跟它這個不一致 對它的政策 對它的甚至對它的合法性 就是說都是一個潛在的一個否定 那麼當然就是說宗教自由 是共產黨的過去可以說六十年來一直在打壓的 可以說是最近幾年呢 只是打壓的共產家的嚴厲 所以如果又產生了這個 這個增救自由的這個努力的話 其實對其他的方面 共產黨所說說說說譴定的 比如說結社的自由 言論的自由 集會的自由 等等 都會受到一連串的這個效用 所以它才會有中國大的擔心 是謝謝傅希秋先生 我們回過來在演播室裡面請教郭寶勝先生 這個在美國每年發布人權報告的時候的 開宗民意第一句話 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是至高無上 掌控一切的權利 它已經這樣子了 它為什麼還這麼害怕宗教自由呢 對它掌握一切 還就包括它每個人的這個靈魂 所以這個桑羅這個報告講的是 這是一場中國的靈魂之戰 這個就說明了這個共產黨為什麼對宗教恐懼的首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它是一個靈魂的爭奪戰 它要在掌握靈魂上的一個霸權 在靈魂上它共產主義是唯一的 其它的它都要排斥 其它的它就是要改造 所以在這個原因的話 它對所有的宗教它都要進行改造鎮壓 靈魂的一個主導權是很重要的 比方說這次拆那個十字架拆了兩千多個 其中的一個他們內部文件就是透露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拆拆自家是因為要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 就是在意識形態上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這條東西它一定要佔領這個主導的地位 所以它是一個靈魂之戰 這是首要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為什麼要困居宗教是因為宗教它有這個組織性 它一旦這個宗教形成一個規模的話 人數很大 然後進行集會 進行這個正常的周期性的一個聚會 還要出版 剛才那個父母師說的 因為宗教自由它是個基礎性的自由 有了這個自由之後 其他的這個集會自由政治自由就相應而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特別害怕這個宗教的這種組織性 所以基於這個組織性和這個意識形態的這種霸權的問題 所以它對這個任何的宗教 它都是非常的恐懼 任何的宗教它都要消滅 這也是共產黨的 它的最初的基本的理論決定的 就是它的這個無神論就要戰勝一切 它是一個戰鬥的無神論 它就要把宗教消滅掉 這就是它的一個歷史的這個使命 所以我們看這個報告 這個封面它就是大軍壓境 然後就等於是這個包圍了一個這個寺廟 那麼在我們傳統或者是這個放出全世界的這個標準來看 這個宗教呢是給人這種寧靜安詳的 是追求這種心靈上的祥和的 卻需要用軍隊大舉鎮壓 或者是要成為這個所謂的維穩的重點項目 這個共產黨他們對於這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 他們對於這種宗教自由的害怕 是不是比起其他的很多的極權國家 或者像當年冷戰時候的那些東歐共產國家更甚呢 是這樣的就是說共產主義它是一個準宗教 它有自己的一套解釋的 準宗教 解釋這個人生信仰的一套系統 就是人死後要拿去 可以說是跟我們傳統的宗教不一樣的一個宗教 所以這個報告裡專門解釋這個馬克思主義 它講人類的這個終極社會是什麼 人最後的這個理想狀態是什麼 它是那個體系呢 實際上跟基督教天主教也差不多 但是它主要是講它共產主義 就是我們未來的理想天國 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救世主 就是帶領人類進入這個理想天國的那個使者 所以它的這套體系很明顯是一個宗教的一個體系 這套體系呢 跟其他的宗教那就產生一個體處 然後你其他宗教如果發展起來 對他的這個宗教體系就構成了威脅 尤其是就是說那些威脅比較大的 像那個藏傳佛教 伊斯蘭教 那個對他的這個整個的國家的安全 還有這個靈魂的這種霸權 都造成了一個威脅 所以他最後就採取一種暴力鎮壓的一種情況 所以他的整個對待宗教的情況呢 實際上比這個 比如說台灣那個威權時代 蔣介石那個時代實際上有宗教自由的 他的其他方面政治自由是沒有的 但是在宗教上是基本上還是自由的 那是威權的國家 還有東歐一些國家的話 他們有這個東正教天主教那個傳統 他還保留一些 比如說現在的越南還有古巴 他們也是這個有一定的這個宗教自由 但中國的共產黨他跟這些其他的專制國家 威權國家還是不一樣 但是徹底的一種可以說是一種政教合議 這個叫就是共產主義 所以他產出一切跟他宗教不一樣的 不惜採取暴力的手段 尤其是跟他抵觸比較大的 所以習近平他上台之後推出了一個宗教中國化的政策 在Sara的這個報告裡 對這一點沒有太多的強調 實際上我應該指出來應該把這個強調 因為習近平這個宗教政策 提綱犀領的就是這個宗教中國化 對任何一個宗教 中國化的意思就是社會主義化 共產黨化 然後你中國化程度高的 像那個回教啊 或者道教佛教啊 那我對你寬容一些 中國化程度低的跟我們直接對抗的 像藏傳佛教 伊斯蘭教法輪功 包括基督教家庭教會 天主教家庭地下教會 他就是這個不惜採取一切手段 甚至暴力鎮壓來對付 對 所以您所說這個中國化程度比較高 其實也就是比較聽黨的話 對 所以他可能就對你寬容一點 反之則要更強力的打壓 對 所以我想我們再請教傅希秋先生 您剛才講的這個字 邪教 這個有很長一段時間 大家說這個共產黨是一個幫派性質的組織 不過越來越多的人呢 更說的形象化一點 覺得是一個邪教組織 那麼也讓我們想到就是說 人呢 如此 國家也是如此 就是你越強大了 應該有越高的自信才是 那麼現在這個中國 不管是你要這個強國夢也好 中國夢也好 在某些方面 他確實是實力比以前強大了 為什麼對於這個宗教自由的恐懼 反倒比以前更強呢 是 我想呢就是這個 他作為一個有八千萬黨員的 擁有核武器 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擁有這麼多的這個全世界最大的軍隊體系之一的 竟然對一個 就是說禮拜六 禮拜天在家裡 就是讀讀聖經 祷告 和平的 並且為受迫害者 甚至為他們這些官員 祷告的這些和平基督徒 都實行這麼大的打壓 那麼最近這兩天 一直在這個新疆呢 有個全面的打壓 取締所有的家庭教會 這個 只有昨天呢 還是有傳來這個 最新的這個報道 那麼信徒被迫要簽署 所謂的這個 承諾 不加入邪教組織的這個 這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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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承諾保重書 那我想這裡邊呢 確實是從深層次上來講的話呢 跟他這個整個共產這個體系啊 真的他的這個邪教性質 很有關係 那麼保重剛才講到 確實是這個共產主義啊 就說尤其是中國共產黨 他把它轉化成的一套 非常有這個宗教性的 這麼一個團體 如果你把1999年全國人大 這個重新解釋 關於這個邪教 所謂的這個定義的話 那五個這個特徵啊 包括什麼神話 這個頭目啊 包括這個非法戀才啊 這個包括這個洗腦這個控制啊 等等這些每一個特徵啊 其實加在中共的頭上 那每一個都很準確啊 所以呢 他從某種例上來講的話呢 這是一個就是說非常極權的一個邪教組織啊 那麼所以他不會容忍其他任何一個能夠宣告啊 就是說超過他啊 這個一個一個 Transcendental啊 一個超越性的啊 一個上帝的這個啊 這些群體存在啊 所以當基督徒宣告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就願 願願專注你的名為聖啊 那麼他們是希望說 所有一切的榮耀 都要歸給共產黨啊 所以說 所有的這個最高至高無上的這個權柄 都有來自於中共這個政權啊 和他的領導人啊 啊 就要啊 就是說一切都要姓趙啊 就是趙家人的天下 所以這個從意識形態一直到物質的不溫啊 他都要絕對的控制 我想這是一個這個 整個衝突的這個核心的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 我想這個為什麼 他對這個 他自己所控制的啊 管理的 登記的啊 官方的 這些三次的教會 其他的愛國聖教團體啊 都也不放心 也開始了新的這個打擊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是 我們了解到共產黨也講過這個話 啊 哪裡有壓迫 哪裡就有反抗 在人類的歷史上 在這個宗教發展的過程當中啊 這個專制政體啊 對於宗教自由的打壓 或者是這個異端邪說啊 對於宗教的污衊啊 往往沒有辦法達到他所希望的目標 我們就看這個中國歷史上 佛教有所謂的三五之禍 可是這個報告裡面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也是 佛教現在是中國信眾最多的宗教 我們再看看幾十年來啊 在這個中國大陸 基督教天主教受到的迫害 那個是舉世皆知 可是呢也就在這段期間裡啊 這個中國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信徒增加的速度 是歷史上最快的 我就想請教一下傅希秋先生啊 這個中國這樣的打壓 究竟能不能夠達到它 預期扼殺人民信仰和靈魂這樣的目標呢 這個無論是從世界這個基督教會的歷史 以及近代就是過去1949年之後 共產黨的這個對中國這個基督教迫害的歷史上來看 這是這個當然是從我們自己信仰的角度來看的 這是註定有失敗的啊 所以這個Sara Cook Sara Cook她這個報告裡邊其中提到了也是就叫這個revival 其實說在這個打壓過程當中就會反而會產生復興 那麼從1949年啊 當時這個領取聖餐的新教的信徒不過是70多萬人 那麼到1980年代啊 就是就是鄧小平付出之後啊 那麼官方都承認啊 中國的這個基督徒數量已經這個超過這個1500萬人 那麼到現在啊 就是我們這個根據普渡大學 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的這個主任 楊鳳港教授啊 啊所做的一個這個社會學的這個調查報告啊 啊統計呢 啊就是說那目前的這個中國基督徒的數量 應該至少會啊已經超過了這個1億人 那麼到2030年啊 啊就根據一個最低的啊 就是說這個取取一個最低的啊 中國基督徒的這個過去100年啊 啊這個啊 教會增長的啊 啊這個機率啊 來催算的話 到2030年中國基督徒數量會超過2億2400萬人 那麼這是一個就是必然的啊 啊所以說呃 這個共產黨不管怎麼打壓也好 不管採取什麼宗教 中國化也好 與宗教與強迫 宗教與社會主義 社會相適用也好 或者說在其他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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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 這個這個這個教堂裡邊 插上國際黨旗啊 派共產黨員入教堂管理也好 那麼這個大的趨勢是根本改變不了的 那麼所以我相信呢 就即使這些基督徒們啊 啊就是沒有說發動啊 啊所謂積極性的啊 或者說這種這個這個抵抗的話 那麼教會的增長啊 是共產黨所不能夠控制的 謝謝傅希秋先生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演播室 郭寶勝先生 您在這個宗教自由 遭到殘酷打壓的地方生活過 也來到美國這個宗教自由是 極其寬鬆的地方生活過 我們想到以前呢 曾經有一首歌吧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情大 最後是這個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 和聲海聲不如街際外聲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那麼現在這種 如您一開始所說的 這個共產黨的這個打壓 是要在人們的內心深處 從你的基本的信仰上 要改變你對於天地的認知 改為對於共產黨的這個效忠 他努力了70年 未來還不知道要繼續努力多久 您怎麼樣看待 他就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成效 其實這個報告已經講了 就是說這種打壓 反而造成了各種宗教的一種復興 證明共產黨的宗教政策是失敗的 剛才傅牧師也說了 就是基督教的發展 反而因為這個逼迫更加的一個復興 實際上我們基督教也講 就是說這個福音的濁壤 成長是靠尋道者的鮮血 來浇灌的 你發現越逼迫它越復興 所以它中共呢 它很想在這個宗教領域 它一黨獨大 它馬克思主義獨大 但實際上因為人們的靈魂是自由的 他們會有各種的這個選擇 這個報告也講了 就自從八十年代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的宗教有非常迅猛的發展 無論是這個傳統宗教 還是這個信心的宗教 都有這個很大的一個發展 現在將近有三億多這個各種的宗教圖 傳統的宗教 還有這個信心的宗教 正面就是說明這個人的宗教需求 它是一個本能的 因為人都不知道我死後要去哪 整個社會最後要發展的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科學解決不了 所以它需要那個信仰來解決你這個問題 雖然馬克思也提供了一套東西 但是那個東西進不起歷史的檢驗 已經證明是完全失敗的 所以人們呢 肯定要選擇很多的各種的一些答案 還有一個心靈的一種感知 對吧 所以它宗教的這個發展呢 肯定是任何事業都阻擋不了 現在是中共呢 它這個實行宗教中國化政策 它也是採取各種的這個方式 來想那個阻礙宗教的一個發展 它的長期的目的還是要這個消滅宗教 但目前呢它進行一些改造 然後跟它的這個價值觀下去同 所以這個這個報告裡也講到就是 中國共產黨它的宗教政策呢 還有幾個 一個是它要進行那個法制化 對 它比方說蔡十字架 它提前搞了一個 浙江省宗教建築規範 就規定所有的教堂 天主教堂上面不能放十字架 這就是它的法制化 就是更加精緻化它的宗教的手段 再一個是 第二個這個報告也提到就是 它的宗教政策的一個依據就是 利用宗教達到它的政治經濟的目的 這個就是統戰 但比方說跟台灣發展關係 它那個那你是綠營 就主張台灣獨立 但是你們是基督徒啊 我們有基督徒這個公眾點 所以我搞關係 所以上週它這個宗教局的三次會的主席 他又到洛杉磯來 跟這個洛杉磯的很多教務 他們又探討啊 所以它就是通過這個宗教來拉攏這個關係 這個是它的一個目的 然後它有一個選擇性的打壓 選擇性的打壓 選擇性的依據是什麼 這個報告它沒有強調 它的依據實際上就是 剛才我說的這個中國化的問題 就是你的這個宗教 到底中國化程度高不高 比方說回教 它就中國化程度很高啊 它跟那個新疆的那些穆斯林呢 是不一樣的 它的這個穿著打扮呢 甚至他們 這月有的他們不熟的 你看那個回族的那個清真寺啊 就跟那個佛教的寺廟是一樣的 所以你完全中國化了 所以它回教在中國受的打壓呢 比這個新疆穆斯林的穿越來 雖然都是伊斯蘭教 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說 它是一個選擇性的一種打壓 所以它對這樣一個宗教的控制 鎮壓改造過程中呢 來達到它自己的這個宗教的目的 來維護自己在人們連轟領域的一個霸權 這是共產黨的一個統治的特征 對 好的 最後我們想來談一下 就是我們在海外 或者是你關心 或者你覺得應該可以怎麼樣做 我們在看這個報告的時候啊 裡邊有一些照片 舉了很多實際的例證啊 讓人看了痛心疾首 比方說我們以前在這個自由亞洲電臺 也曾經播放過 這個小女孩就舉了個橫幅 上面寫著我想見爸爸 她的父親呢 還不是練法輪功 只是說在這個手機上啊 把這個有關法輪功的訊息啊 跟別人這個分享了 然後就因此而入獄 這個報告裡邊呢 一百多頁裡邊寫了很多 這樣血跡斑斑的例子 我們就想到 中國現在還強調依法治國 這個各級法院呢 這麼多這個法官檢察官 難道就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到 中國的憲法和法律 所保障於人民的宗教自由 而能夠講講話做點事嗎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海外 傅希秋先生 郭寶勝先生 待會兒也請您回答 你們接下來想要怎麼樣做 在這個有關於中國的宗教自由上 傅希秋先生 是的 這裡邊呢 確實是很有諷刺意味 就是說 共產黨的憲法36條 實際上是明文寫著 就是說 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當然 他也是在這個 其他的頒布 包括國務院的行政命令 和其他的行政法規的時候 其實是公然明顯的違反了 他這個憲法的精神 那麼就是又刻意的故意解釋 什麼叫國家要保護正常的 所謂的宗教活動 所謂正常的也就是要完全聽黨的話的 就是說 完全的要有把你的宗教中國化的 或者說黨化的 或者說這個社會主義化的 這個是1997年這個江澤民開始提出來 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 對社會相適用 實際上 這個中國化的核心就是這樣 那麼就是要去除 宗教裡邊的 這個獨立性的 真正的這個宗教的這個教義 然後代之於這個社會主義的這些題材 來改造這個宗教 那麼我們希望能夠 就是說當然這個宗教自由呢 本身是這個 是一個普世的人權 那麼這個在 聯合國1948年的人權宣言 第18條 以及經濟社會 這個文化權力國際公約 這個 等等呢 都有這個明確的這個論述 那麼我們在海外呢 當然是這些華人 我們享受到這個宗教自由 我們當然是很樂意去推動 我們這個13億 甚至13億多的這個 這個國人呢 也同樣能夠享受到這個 這個宗教的自由 我們這個過去呢 對話原住協會 過去15年 我們所做的 主要是有從三個角度 第一個就是說 為這些沒有聲音的 受壓迫的這個 弟兄姐妹們發出一個聲音 所以我們透過發布報告 那麼我們最新的報告 會在這幾天 把2016年宗教迫害 尤其是對基督教迫害的報告 很快就可以發出來 我也可以提前公佈 我們這個重要的一些數據 根據我們的統計 在2016年這12個月內 就是直接受到這個宗教壓制 或這個迫害的打壓的 就有近5萬人 那麼直接被拘留抓捕的 就超過3500人 那麼正式判刑的有303人 那我們這個看到呢 最近這幾天又有更多的案例出來 那麼上周三在這個 在吉林省的 在遼寧省的這個遼陽市 就有5位基督徒啊 分別被判處3到7年的有期徒刑 那麼都是以所謂的這個法制化的名義 以他們買這個宗教的印刷品啊 這個未經批准啊 所謂的扣上這個 以這個非法金融罪 那麼在貴州的 一位家庭教會的基督徒 那個張秀宏 那麼她這個姐妹呢 只是教會的一個職事會主席 也被最近判處有期徒刑5年 也是以非法這個金融罪 還有什麼洩露國家機密罪 那麼我們另外我們這個兩個 我們除了發布我們新聞和報告之外 那麼我們也以我們自己有限的這個資源 弟兄姐妹的奉獻去支持那些 真的是當這個傳道人或弟兄姐妹啊 或者宗教這個受難者抓住了之後 我們這個要幫助他們的家庭 幫助他們的孩子們上學等等 提供有限的支持 那麼第三個我們也做一些 關於這個宗教自由方面的 這個國際法方面的培訓 那麼我們也同時呢提供這個法律的援助 那麼過去呢我們一直15年 也援助了這個上百上千個 這個這方面的這個個例 當然我們不能夠一一的公佈出來 我們在海外呢至少擁有言論自由 我是希望所有擁有言論自由的 我們這些海外的人士呢 能夠用我們的微博 用我們的微信 用我們能夠在這個平台上發出的聲音 為這些弟兄姐妹們 為這些受壓的這些宗教受難者 提供一個我們的聲音 好的謝謝福西秋先生 再回到郭寶勝先生 我們也經常拜讀您的這個作品 您也在透過這個電子媒體 來傳播這樣的訊息 我們覺得我們在海外 享有這種宗教自由 這是很大的福分 不管你信仰哪一個宗教 你都可以得到不同宗教人的尊重 我們也學習尊重不同的信仰 不管政治信仰 或者宗教信仰 在我們看到這些這個內容 很多是非常諷刺的這個報告 對 然後呢想到我們自己所處的這些環境 您怎麼樣的反思 對我們看到這個中共的逼迫呢 隨著習近平上台呢 對宗教的逼迫是更加的嚴重 不僅是基督教方面 在官方的宗教它也進行鎮壓 在浙江強拆了兩千多個十字架 包含三字教會 對 主要是三字教會 因為三字教會才有教堂 拆了兩千多個十字架 把那個最大的三教大教堂也給拆了 因為這個原因還抓了很多的牧師 維權律師 其中那個浙江人基督教協會的會長 郭月色牧師也給抓了 這個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有的事情 就是說一個體制內的一個 這個宗教的高級官員被抓起來的 所以他習近平上台之後 掀起了一個宗教的文革化的一個運動 不僅是這個基督教 天主教 地下宗教 還有這個其他的法輪功 還有這個藏傳佛教 還有伊斯蘭教 都受到這個系列的打壓 你比方說那個藏傳佛教 他們在四川有個很大的佛學院 就是那個喇隆五名佛學院 那是一個很大的 有一萬多人 他在深山裡面 在深山裡面 所以他呢 导存的比較好 但是這一兩年呢 把這一萬多個現在 這個全都趕走 只剩下一兩千人 那個聖人的宿舍全都給強拆 全都強拆乾淨 所以他這個非常嚴重的 践踏藏傳佛教 而且藏傳佛教 他們的 這個寸敗的教主就是打來了嘛 那你不讓這個 藏傳佛教這個 這個寸敗打來了嘛 就是就簡直就是 不讓那個基督徒 寸敗這個耶穌一樣 這是違反他們的教理的 那這個在新疆的穆斯林 他說的逼迫更加的嚴重 就是不讓他們這個 摘月的時候進行那個摘戒 因為摘月的時候 那個穆斯林的餐館都要關門啊 就強迫他開門 然後穿的衣服啊 那些他們就是民族的那些服飾 也不讓你們穿 不讓留鬍子啊 甚至因為這個原因 發生很多的一些衝突 就是違背人性的一些 宗教的逼迫 那對新型的宗教更加的厲害 就像這個法輪功 法輪功我看這個報告上講的 就是說習近平上台之後呢 還有900多例被抓捕的 最高的這個判刑是12年 就法輪功呢 我們知道他主要是 江澤民是最可以護手 習近平上台之後 法輪功的媒體是這樣 有意的來 可以說捧這個習近平 但就這種情況下 他還在受這個迫害 那其他的實際上 權能神呢 什麼華葬反門呢 有些小的一些新型的宗教 在中國 你一冒頭就定為邪教 然後給你剷除 定邪教 沒有任何的這個依據的 就是一個地方的法院 就可以定你邪教 其實那個邪教不邪教 應該是宗教之間的一個事情 政府沒有定邪教的權利 這個是在民主國家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但是在中國 你不聽話 就定為邪教 就給判刑 所以現在的這個 中國的宗教自救狀況 是非常的這個慘 就是到底 我們應該怎麼做 剛才父母師講的 是非常好 就是對話眼中協會 也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不過我就是 再講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 每個宗教的這個教義 各個方面應該做一些 這個時代的一些更新 就是更加的要灌注 這個社會的公益 灌注社會的這個現實 這樣的話就是 這些宗教才有這個力量 這個報告也講了就是 宗教的問題呢 它實際上不僅僅是宗教本身 它會牵涉到一個 很廣闊的一個社會的層面 你比方說這個 英國的這個憲政革命 在西方的歷史上叫什麼 叫Pewton Revolution 就是清教徒革命 那次革命的原因 是一個宗教的原因 就是當時的清教徒 他們不願意 崇拜那個國王 國王他認為 他就是教會的領袖 國教教主 但是清教徒認為 這是錯誤的 違反申禁的 所以清教徒起來 最後進行了這樣一個 憲政的革命 驅立了英國的這個 君主立憲制度 所以這套東西呢 我們知道在中國呢 也是有可能發生 就是因為這個宗教的原因呢 最後導致社會的民主轉型呢 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現在的問題是 中國的包括基督教 天主教還有佛教 他們這個 對這個社會的公益 現在比較忽視 實際上跟那個美國 也是有一定關係的 因為美國的這個華人教會 影響到中國的教會 美國的教會呢 他們堅守這個 約翰遜修正案 就是宗教領袖不能談政治 但是川普上台之後 要把這個廢除 廢除了之後 宗教領袖就可以 就政治來發言 就政治來發言之後呢 我想會鼓勵這個華人教會 勇敢的這個 承擔社會的使命 敢於為國內這些 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發聲 現在一旦 國內發生個逼迫的案子 除了這個對華園主席 協會之外 再沒有其他的一個教會 一個就是華人的這個機構 來出面發言的 就說明他們這個教育 以及基督徒的這種 社會責任感太缺乏了 所以就是這樣一種 積極的參與社會 主動關心社會 承擔社會公益的 這樣一種教育 希望不僅在基督教 天主教 其他的這個宗教裡面 慢慢的來傳開 各種的這個信徒 有這種關心社會 還不是逃避這個世界 我們只盼望去天國 我們不管世上 這個是錯誤的 這也是共產黨最喜歡的 我們就是既要於天國 又要在地上來實現 上帝的旨意 這樣的話 中國的各個宗教 才有很大的一個力量 才能在推進中國社會 進步過程中 承擔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我們想到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 德雷莎修女 她本來是在修道院裡面的 但是她走出高塔 走進那些最窮苦 最需要幫助的人群 所以基督在哪裡 或者說是這個佛祖在哪裡 其實就在你我身邊 今天我們討論 中國的宗教自由 謝謝傅希秋先生 透過skype跟我們連線 也謝謝郭寶勝先生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謝謝各位聽眾 觀眾朋友的收看收聽 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